HELLO 大家好,我是楚蝶,歡迎回到楚蝶的魔法峰會時間 那今天呢,是我們的新系列伊克里的開合活動 而我們今天一樣邀請到我們的MAGIC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翔 開場之前,先問一下阿翔你對伊克里這個時空的感覺怎麼樣 我們現在全卡表是已經揭露了嘛 我也知道你在前幾天說好不提 分享了一些限制賽的想法 你對這個新卡評分的感覺怎麼樣 有沒有哪個顏色特別強勢的 又或者是對於這一次的新的幾個異能 比方說合變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幾個系列 不是這幾個系列 這個系列呢,對於新手來說其實非常的友善 因為它其實把輪抽歸類成五種主題 像是藍黑的閃現,然後白綠的警戒 就是很多藝能專屬的那種 顏色專屬的那種藝能 那新手其實只要照著一些關鍵卡 然後去試著嘗試組出雙色的套牌 然後或者是有些比較強三色那種金卡 然後混成三個顏色的話 其實是蠻容易上手的 我覺得它這一次比較明顯的就是 它有所謂的一個叫 我們以前習慣叫 不叫導師應該叫什麼 就是它有一個是可以給 王 類似 就是關鍵日子事物 就是我可以給死處可以給警戒可以給什麼的 那它那個底下有另外的能力是 它可以把你所有有警戒的一起加大 或所有特定條件一起加大 其實那個非常非常的厲害 因為它在限制賽 像限制賽如果通常限制賽對局不會非常快 那你今天會拉長的對局 伊克里這一次最吸引人家眼球的東西 啊就是我們現在河頂看到的這一張啊 我們大哥 沒有錯 這一次呢這一張 大家等一下畫面上應該會去在某個地方 如果我有做的話 是這一次的怪獸之王哥吉拉 就是他們伊克里這一次有特別跟 這個哥吉拉系列合作 但請跟大家抱歉 我對哥吉拉並不是很熟悉 我也不是很熟 我只知道現在最恐怖的是那隻惡白白的傢伙 他叫 欸他是哥吉拉版叫什麼啊 摩斯拉摩斯拉 對對對 他非常厲害 就是記住這個 那這一次呢 我們先講一下我們畫面上的這些產品 到底怎麼來的好了 第一個就是最常見的這個 這個是所謂的補充包 買一盒就是送的盒閃 對 沒有錯 那裡面呢 第一個就是上面會有一個盒閃 就是所謂的怪獸之王哥吉拉 除此之外 每一盒最上面還會有一個TOP 我們叫盒頂閃卡 對對對 盒頂閃卡呢 你就會有機率開出各式各樣的不一樣的 哥吉拉Skin 對 有可能還可以是頂標的 沒有 他這個裡面的扣筒那張 我沒記錯 應該一定是閃的 那沒什麼問題 沒有這麼殘忍 對 然後裡面會看到哥吉拉 但比較特別的就是 日文補充包裡面還會有三隻 他們專屬的 就是他們合體會有一個三隻他們專屬的哥吉拉系列 因為畢竟這是跟日本公司合作的 對 要抱人家大腿 給他們變SPECIAL 好那接下來是我們的肥包 那肥包比較可惜的是 它其實是都只有出英文的 對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因為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做所有中文的產品線 但是肥包裡面比較特別的是 第一個它給你一個裝牌盒子 全部這個系列的地牌 集一張特殊的閃卡 對 它會有一個特殊特別圖案的閃卡 那有些特別喜歡收集英文牌的人 或者是他想要有一個 一開始騎手的時候 會有一個可以裝牌的盒子 尤其是新手玩家 有些店家其實會提供換補充包的服務 就是他可以把英文的去換成中文的 可以 就是這個其實是 可以接受的 對店家而言是沒有差的 那對玩家而言 你開始 開場 開始玩遊戲的時候 你總是要有一個 這個存放卡片的方法 對 所以我覺得肥包也算是一個 不錯的入門裝 而且它的骰子 我記得這個是特別的 比較大顆 對對對 那我們今天接下來的流程呢 就會示範 在我們之前非常多的影片 我們其實都一直在拍所謂 可以限開補充包 不論是我們直接開盒 或者是一些限開的流程 那我今天呢 想要玩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不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平常在卡包 不是 其實平常在卡店開補充包的時候呢 除了限開跟輪抽這些活動以外 我們還是有一些 特殊小活動 特殊的玩法 特殊的玩法 就是今天你在沒有這個其他論 你只單純要開補充包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加入一些 這個不一樣的樂趣 樂趣 對 不要單純只開補充包 我們還是希望這個 每一次開補充包的時候 最好都還是 在這個 遊玩的進行中 如果你單純開始 你只是拿到那些卡片而已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 接下來呢 就是要打開我們的這個 受限 受限組合啦 受限組合裡面會有六包的補充包 一個骰子 一個教學小卡 跟一張特別的閃卡 對 那因為我們之前 我這個儲充有跟其他人合作另外一支影片 所以這個是已經拆開了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內容 我牌也已經組好了 對不起大家 最特別的部分應該是 受限會有一張這個所謂的 我們的日期閃 畫面上看得到嗎 他在 這一張卡片的右下角呢 其實是有印上這個 你參加受限的日期的 OK 那這個台灣這一次的受限時間呢 是17 18 19 我沒記錯 而且從17號下午就可以打了 3點 現在是比較拉寬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準備好你的口罩 牌套 乾脊手 一起去各地的這個牌店裡面 參加他們的受限賽 只要到場準備好你的DCI號碼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DCI 店家都會幫助你 好吧 這個骰子 好 對 每個這一次其實每一次 如果你有看過非常多的20面骰的話 其實這個是Magic裡面寄寫用的東西 那 受限盒裡面提供的骰子 它的20的這一面 都會是這一個系列的系列符號 就像這個系列就是一隻 恐龍 哥吉拉是恐龍嗎 不是 我會被Anti對不對 是大怪獸的 喔它是恐龍喔 它寫的 不是我寫的 總共它是一隻大怪獸的圖案的頭 OK 這是比較它特別的地方 好 那至於這個牌內容呢 我們會在另外一個影片裡面出現 那我們接下來 眾所期待的應該就是要開這個啦 好 請我們的阿翔把它撤走 假設限制賽限開 你最想開到什麼 是限制賽限開 對對對 強度強度 強度強度 我想要開到摩斯拉 摩斯拉 對 4點然後有2點指定射白 每當一個沒有飛行的生物死去的時候 它會重新進場 就帶一個飛行指示物 相當的厲害 就它會語化重生變成有飛行的版本 沒有錯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打開我們的補充盒了 普通貓盒裡面呢 第一個就是這個 登登登登 伊克里河頂陣 河頂陣卡 那每一盒裡面 這個都是放在裡面的 那買一盒額外的陣卡 是會店家會提供給你的 就是這兩個是分開的 好 那重點就是 這一個河頂陣卡拿到的 一定是 哥吉拉系列 啊 對 就比方說有可能拿到摩斯拉之類的 或者是 我們把這個任務 來來來來 這個讓你開 真的這麼準 對 我希望開到一個點數很大的 然後 它有帶兩點黑 然後循環兩點 對 從上面這裡 這裡 緊張緊張緊張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各個小朋友 想要這個 收集 哥吉拉 你是哥吉拉愛好者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到你各地的零售店 你各地的牌店 上面去 預購這一次 伊克里新系列的補充包 好 你需要密一下嗎 呵呵呵 不用吧 我覺得直接開 小朋友才 好 喔 OK 哇 是太古鬥獸哥吉拉 然後是 九點叫十一十一 践踏 如果今天它循環的時候可以放一個践踏 還不錯 對 這個也是哥吉拉系列 這個我們要請了解哥吉拉的觀眾 我才分的出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呵呵呵 下面留言 我真不知道 呵呵呵 好啦 這是我們這一次的河頂 河頂陣卡 那河頂陣卡 第一個特別是它一定是哥吉拉主題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是它已經是全閃的 可以看到 然後外加上它的牌 是所謂的擴圖 就是它的圖片是超過這個牌框的 對沒有邊框 這個是比較難取得的 好啦 我們把它這個 夾進我們的這個 保護用的牌套裡面 這樣有保護嗎 感覺沒有 有有有有 肯定有 那另外要講一件事情 其實在這個開合前 這個會 雖然我有點碎碎念 但我還是想要講 就這一次看到的哥吉拉這些東西 它不是這張牌的牌名就叫哥吉拉 它其實是Magic裡面的另外一隻神物 然後換上了哥吉拉Skin 這樣可以理解吧 它這張卡片的真實名稱叫霸巨龍 寫在這裡 它會有原本的版本 對對對 所以你在等一下開伊克里的卡包裡面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般版的 就是能力會跟它一模一樣 但它就叫霸巨龍 它不會叫太古鬥獸戈吉拉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我們先放一篇 接下來這裡是36包補充包 我們就要開始 這個 講一下每個可以操作的遊戲 好 第一個我們就先從剛剛一直提的限開開始吧 限開 限開到底是怎麼完成的 OK 限開的玩法呢 是每位玩家都會拿6包補充 多一包 都會拿6包補充包 OK 像這個 OK 好 那每位玩家都拿6包補充包之後呢 接下來玩家在限制賽的情況下 就是你要從這6包補充包裡面開出的東西 組出一副40張的套牌 40張套牌 對 那地牌是額外可以取得的 所以就是以這6包開出來的內容 好 那關於限開的這個小細節呢 我們就不特別重塑了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這6包打開吧 好 OK 這個東西呢是比較特別的 他們之前在阿蠻凱的系列也有做過這件事情 就是 比較特殊的直板Token 對對對 就是所有的異能 因為這一次的異能 他不是直接給他異能 他是給他一個異能指示物 嗯 所以 威士士公司就有比較推薦性的做出這種 可以撕下來的 就像假如說我今天 除蝶得到了顏勢 那我們今天就把這個東西拆下來 推下來 對 然後放在除蝶身上 我就會了 我就可以擋飛行了 對 那他比較好處的是 他其實每一個Token都是兩面的 就是他這一面 就綠色會得到的是顏勢跟踐踏 所以他的背面就會是踐踏 是警戒嗎 白綠是警戒 然後紅色是踐踏 OK 紅色是踐踏 就是 他每一個都是做兩面的 所以你今天沒有的話 你就跟隔壁借一下就好了 因為這個版本裡面 其實像以前的關鍵字 就比方說你獲得先攻 通常都只到回合結束 對 他是這一次 開始特別做出了所謂的先攻指示物 對 就這東西放在他身上 他就視為永久的獲得了先攻 我覺得這是一個這一次挺好的設計 而且他附了這個東西 就很大幅度的解決了 在限制賽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邊一直擺骰子 就是這個東西代表先攻 這個代表這個代表 這樣會 玩家會很難理解 對 好 那看一下開到什麼吧 欸 行律耶 所以要不要介紹一下 這個系列比較特別的 新的關鍵字技能 好 等我一下 OK 這一次比較特別的 其實額外有兩個技能 除了合變以外 對 剩下的就是 一個是循環 一個是行律 循環是 一個舊技能 它的效果是 你可以支付它的循環費用 這張牌 它底下有所謂的 循環1 然後你棄掉這張牌 可以抽一張牌 就代表如果你覺得這張牌 在這個時間裡 發揮不起作用了 你可以選擇把它棄掉 然後負它的費用把它棄掉 並且重抽一張 這就是所謂循環的功能 那行律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規則 對 它是一個綁定於牌組購組的規則 如果今天你的牌組購組 符合它這個行律條件 就像這張牌是 你的整副套牌都是 貓 元素 夢魘 恐龍 或野獸 你可以把它放在 你可以把這張牌從背牌施放 對 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能力 等於是你可以從場外獲得這張牌 而這張牌不需要在你手上或在哪裡 你的套牌如果符合這條規則 你就可以額外施放它 那今天如果你套牌不符合規則的話怎麼辦呢 你還是可以把它直接放在正邊 就直接把它放在牌庫裡面 對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 三里要三二警戒 其實很強欸 四射架 它還是有其他藝能 好 經過我們剛剛的開牌 開牌儀式之後呢 我們就把所有的顏色的牌都已經分好了 就是五個顏色 一二三四五 然後神器以及多色的牌 我們都已經分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從最長的牌裡面 選擇一個當作我的主色 因為我們剛剛提過的就是 你的現開套牌裡面要有四十張 其中建議是有十七張 十七張生物 然後六張的非生物的招 因為你還是會有一些需要加大 或者是殺掉對方生物的牌 對 然後最後是十七張的D 用這個的比例去安排你的這個四十張的套牌 所以通常我會選最後的 因為你最後的牌代表你有最多的選擇 第二個就是看你的R卡的效果 因為通常這種西遊卡 就是它的這個 旁邊這個符號是金色的牌 代表是 每一部卡包裡面至多只有一張的牌 所以像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就會用這個西遊卡的這個強度去決定你的牌組裡面要組什麼樣子的類型 就比方說我最有可能的應該是組綠色或是組紅綠色 對 因為我的這個牌組的主色都是以這一個為主 再搭配上我剩下的其他綠色的牌跟紅色的牌去做搭配去組成我的牌組 那在現開賽的時候 店家的現開賽一般都是打三或四場看人數決定 現在基本上都是三場 就是打三局然後發獎品 依照你的勝場來拿到該有的獎品 沒有錯 那這個就看店家最後安排的 如果你今天贏了 你今天贏的情況下 除了這個 你可以把所有開到的牌帶走以外 如果你額外獲勝了 你還會獲得額外的卡包 那當然有些店家 如果你也不用擔心說我第一次去如果全敗怎麼辦 大部分店家全敗還是有一包的 哈哈哈 對不對 那這個算下來的話 其實這個 報名費跟你拿到的東西算起來其實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是平等的 對 沒有錯 因為你光收獻盒就還會再多一張閃卡 好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現開的流程 那因為我們已經打了很多 所以我們就把它跳過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第二個補充包的玩法 剛剛第一個示範的是現開 但現開是一個比較運氣導向的 因為它你開的好跟不好主導你的牌組的這個強度的30% 剩下70%當然還是來自於你的主牌的經驗 就你的包含你的魔法力曲線啦 你怎麼樣選出最強的組合啦 以及你怎麼樣在對局中的因應的其他操作 但下一個要介紹的就是比較不一樣的進階玩法 也就是所謂的輪抽 而且在現在的比賽的過程中的都還是會有輪抽 就是所謂的混合賽制 都還是會需要打到所謂的輪抽 去檢驗一個職業選手的表現 會打雙賽制是為了考驗一個玩家對於 就是環境的了解跟 你對這種魔法力曲線啊 或者是對這種非構築賽事 你的臨場反應 對 然後還有你的創意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沒有錯 因為輪抽的過程中其實你需要讀懂很多的事情 但我們今天只有兩個人我們就簡單的示範一下 因為兩個人其實是打不完完的輪抽的 好 那輪抽方式是這樣 每個人會拿三包補充包 又多拿一包 喔 又多拿一包 真爽 我也是專業核官的 好 拿了三包補充包之後呢 正常的輪抽桌是一桌是八個人 然後那輪抽做好了之後呢 接下來每個玩家就會打開自己手裡的第一包補充包 好 對 那請各位玩家先想像一下 或者是我會批這裡有六個人這樣 對 總計會有八個人在場上 好 開完這個補充包之後呢 接下來你必須要從你手中的這一疊牌裡面 應該是十四張吧 十五張吧 十四十四 一般其實是十四 因為D跟Token各占一個 好 從你的這十四張牌裡面呢 選擇一張你要的牌放進自己的手裡 就是放進自己的卡池裡面 對 我認真在想 對 那一般情況下我們通常會決定的就是 我們一開始前面拿的東西就是所謂的要 強度的東西 有些某些牌可以一張當作這個你的牌組的 核心去做決定 那這個環境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第一個是它有很多的金卡 就是所謂這種兩色的卡片 兩色的卡片在前期要拿的時候會比較困難 是因為你如果拿這張牌 如果你想要放它就變成你會綁定 必須要打這兩色 所以這種選擇都會比較困難一點 我們通常前期會做的選擇都是去拿所謂的去除 就是可以消滅對方生物的東西 或者是對生物造成傷害的東西 這就是我第一張 好 那就像我的第一張 我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血流凝結 它是一個黑色可以直接 瞬間的消滅目標生物 然後還可以給自己的一個威責 另外一個或是神劍穿星 它可以對目標攻擊或阻擋生物造成4點傷害 那因為血流凝結 是一個沒有條件的殺 所以我才選了這張 好 那正常的流程呢 接下來你就會傳給 把你的所有抽剩下的東西呢 傳給你左手邊的玩家 我們是不是假裝左手邊 左右手邊各有一個玩家 我就跑去抓在那邊 OK 因為我們拿了一張嘛 所以剩下13張 所以我們會把13張傳給下一個人 但是因為只有兩個人 今天兩個人就是你傳給我 跟我傳給你而已 我們就會把它拿過來 OK 接下來你會拿到上加傳給你的13張牌 然後你一樣是從裡面挑選其中一張 再傳給下加 沒有錯 然後重複循環這個動作 直到你下一個卡包 這是第一包的過程 第一包結束之後 第二包會比較不一樣 你打開 一樣是先打開你的補充包 這樣 強化強化 哎呦 好 假設這是我們的第二包補充包 就是這邊第一疊是我們已經傳完的東西了 第二包補充包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考慮一下 讀一下 因為你知道你的上下剛過來的時候 都少了什麼顏色 最好你不要跟你的上下加打一樣的顏色 這樣你才可以拿到最強的料 哦 我又看到血流淋結 我覺得 我是一個不要選擇的 千萬不要害怕 好 OK 這一包比較不一樣的是 像這是第二輪 我們拿的卡片 呃 看賽事啦 應該是可以混進去 好 我們下一包會往你的右手邊傳 也就是原本的順時針會變逆時針 對對 會變逆時針會反過來 所以這個樣子就等於是你在替你的下加傳達一個訊息 就是 你替你原本的上加傳達一個訊息 就是 確定好你們兩個不要撞射 不要出問題 不要全部人都拿黑 一路黑 一路黑像火車頭一樣 對 這個其實是很尷尬的一件事情 因為到後來你們的料都不會是最強的 有些人就很開心可以撿完所有的料 好 那這就是第二包的 好 再來就加速 然後這段就是結束了 耶 啾啾啾 然後右傳結束了 然後最後一包呢 是左傳 對 所以它的正確流程是 左傳 右傳 左傳 然後你們會 把所有的牌輪完 其實輪收最低四個人就可以打 是 雖然四個人打起來會比較 這個 就可以看到的東西比較少 但是其實也是挺好玩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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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尤其是他下來之後他又可以每回合 只要他沒有死 他每回合可以一直持續提供你相當不錯的能力 就像這一隻的能力 護獸威威安的能力 第一個就是我可以隨時檢視我排庫頂的牌 第二個就是我可以從我的排庫頂施放生物咒語 等於概念上你的手牌像是比別人多一張 那再來是 第一招加1 可以額外派出一隻 額外伸出一隻三三野獸 然後他可以選擇警戒岩士或践踏 就代表是你即使只下了這一隻 狂國客 你每回合都還是可以生出一隻野獸去保護他 那最後的大招是 喔 你每 喔 這回合而已他不是揮擊 就你施放一個生物咒語時你可以從排庫裡面翻另外一個 法力比他小的生物進場 喔是搜尋進場 所以他基本上他就可以一直幫你的 只要他 你不要按第一招你一直按第一招 他可以在廠商一直沒有消耗的幫你 擴展你的檯面 對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選擇 所以通常限制賽如果開到佩洛克的話 九成九都可以放 對 九成九 對而且都很強 好那我們 這個就是輪抽 就是這個樣子了 那輪抽的規則一樣是要組40張牌 至少40張牌的牌組 所以 在拿的過程中 這個 跟限開不一樣啊 你的每一張牌都是你做的決定 所以你今天開出來的結果如果你今天 主牌的結果發現你的生物不夠的話 那只能 抱歉 那都是自己的錯 下次再努力 對 所以我們在輪抽的時候呢 你還是要 記得去平衡你的生物以及你的這個 法 法術的這個 平衡 平衡 你到底哪些料是足以夠 進你的牌組 哪些是哪來課別人的 這就是遊戲非常重要的一環 也數好你自己到底有多少生物跟多少法術 就是可以上場的 還有這個 耶 厲害厲害厲害 好 等等 其實我是已經拆開了 那這可以打開給 大家看 它裡面 可以不出來 你 就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